欢迎您再次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是吕嘉一 那么根据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撞车事故丧生的儿童当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 没有坐在安全座椅当中 并且还没有系安全带 那么这个数据就更加提高了 家长对儿童座椅方面的认识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 加州公路巡警陶定政 陶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陶警官您好 你好 对于小孩子的安全来讲 家长太在乎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最安全的保护 安全座椅 特别是年纪在12岁以下 对不对 对 在2012年的1月份 加州法律规定说 未满8岁或者是未满49寸高度的儿童 必须坐在儿童安全营里面 OK 那么他们必须坐在安全座椅 是一定要坐在后座的安全座椅上吗 是的 安全座椅我们建议说 是一定要安装在这个车子里面的后座上面 有分哪一个吗 后面三个座位是不是不可以按对向中间的一个位置呢 如果说只有一个儿童的话呢 我们建议说把这个儿童安全营放在后座的正中央 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如果说出事的话 你刚好是从边边被撞到的话 它会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吸收这个冲击力 就减少儿童受伤的这个几率 对因为很多在我们这个南加州也是发生了不少 家长带着孩子出去 但是最后发生危险 小孩子先这个死亡了 事件这个数字我们刚才也说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家长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 那么另外呢就是孩子 12岁以下的是不是根本就不能坐在前座吧 12岁以下不是说不能坐在前座 而是说我们建议说不要坐在前座 如果说你后座都坐满年纪更小的小孩子 你有一个12岁的小孩子或者11岁的小孩子 当然没有办法你必须把这个儿童放在前座的话 那我们建议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我们建议说你把你的这个前座的椅子 往后拉拉到底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车子几乎所有的车子 我们都有这个气带 那这个气带当你前面汽车有冲突的时候 撞到其他车子的时候 你这个气带就像一个会叫喷出来 他们的速度大约是在200mai左右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说一个小孩子 直接可以伤害到一个孩子 很有可能伤害 就是说严重的伤害到这个小孩子 所以说我们建议说把你这个椅子拉到后面 拉到最远的地方 最远的地方 这样子的话如果说碰到冲击的话 他的脸 头 身体才不会被这个气带打到 对 至少有一个缓冲期 所以拉到最远的地方 但是12岁如果他的身材非常的娇小 又很矮又很小 可能在别人看来他可能也就10岁的年纪 那这样子会不会被警察pull over 然后给他们罚单 如果说是你后座都有坐满小孩子的话 你真的没有办法 你必须让这个儿童坐在前座的话 不会 你不会被开罚单 那如果说这个小孩子未满13岁的话 然后还是小孩子没有那个高度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他不会被开罚单 法律没有规定出你一定要坐在前座或坐在后座 或者是说我们会建议说把儿童放在后座 看现在后座比较安全 那么如果坐在后座的小朋友 小小孩年纪非常的小 那他们一定要坐在安全座椅上面 是不是有一种分 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可以正对着车子来坐 但是有一些小孩子要反过来 安全座椅反过来装 是的 加州像儿童安全也其实有很多很多种 然后也是有很多很多牌子 那如果说我们就说我们从刚出生的婴儿来讲好了 刚出生的婴儿必须要坐在朝后的位置上面 那我们说这个婴儿呢为什么一定要朝后 就是说一方面他们的脖子跟他们的肩 他们的脊椎还没有完全 就是说他们身上肌肉还没有完全的 长成 所以说很容易受到脖子上面的 或者是肩膀上面的伤害 就是说建议说往后朝后 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小孩子开始长大了 那他要开始 家长就说他可以开始往前 还可以看看前面的风景 可以就转过来看前面风景的时候 加州法律规定说这个儿童必须要满一岁 还有这个必须要有20磅左右 如果哪一个条件没符合都不行 没有满一岁或者不到20磅 你就只能看后面 你没有风景看 对对对 所以说只要满一岁然后超过20磅以上 他就可以转过来面对前面 OK这对于家长来讲记住了这个数字 要不然就满一岁要不然就到20磅 否则的话你的小孩子就不能看风景 对 那么不管坐在后面多大的年纪 是不是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 都要系上安全带 任何乘客在这个车子里面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 包括驾驶员在内 所以不管是小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 都要系上安全带 不系安全带就会被开罚单吗 会 如果说是小孩子没有系上安全带的话 那这个罚单就看车子上面 当时家长在不在车上 如果家长在车上的话 这个罚单会开给家长 如果家长不在车上的话 那这个罚单会开给这个驾驶员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的 有 如果说你们对这个安装儿童安全领 有任何疑问的话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 去安装一个儿童安全领的话 我们建议 就说跟我们加州公路巡警联络 你可以上网站上去查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然后找最接近你的这个公路巡警的警局 因为我们就说每个礼拜都会有这个 都会挑出一天的时间 去帮民众去做这个免费的 这个儿童安全领的检查 哇 这么贴心 对 那你必须 但是你必须要事先 这个预约好 对 事先预约好 所以就选择 离家比较近的一个CHP的警局就可以了 对 好 非常谢谢陶警官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资讯 我们休息一下这种广告 马上回来